喂 姨子 超哥在家吗 哎 我在家呢 我们马上来 好好好 你跟谁打电话呀 男的还是你的 我公司一个新同事 同事 绿同事吧 哎 老婆 我说你怎么现在对我那么敏感呢 我无论都不行啊 不是 你干嘛动不动就怀疑我呢 你看你 上过星期 算了我十多个同事的电话 你现在更过分了 我手机上 还加上你的指纹 你才放心 老婆 你一下我就不做变吧 我以前怎么了 我感觉我没有变化呀 我发现你变了 因为你也变了 你以前呢 是一个公司的小职业 每天到十点多之前 你都会回到家里面 一个星期 最起码也要陪我两三天 早上问候 晚上伺候的 你看现在呢 你当上了部门的经理以后 早上又起得那么早 晚上又起得那么晚 你每一句问候都没有 每天你出去回来 我都要算了时间 你看你现在 身边那么多女人 我不得不烦 老婆 这是我的工作啊 你一天不要无力起那 好不好 我这是无力起那吗 你看看你 你现在都多久没有关心过我了 我们都老不老气的了 老婆 你看 你有你的工作要做 我有我的工作要忙 你大群孩子要不要养啊 今天我关心你这关心那的话 我不用做事了 我发现你都是借口 我问你 你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老婆 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面辛苦了 你看 你除了采米油盐 还要带孩子 还要做家务 也没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 我们两眼一黑 然后跑到这个城市来 现在好容易 有一点点进步 是 作为女人来说 你有不安 有不自信 我能理解 但是呢 你不应该怀疑我 我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我们辛辛苦苦地做事 勤勤恳恳恳的 你阻内我阻外 你把日子呢 你不被都过好了 你有这方面的顾虑 我承认 但是 老公 行了 你别说了 是我太小心眼了 我这里小青眼 这里太太服我了 姐 有人看你 谁呀 哎 老二 怎么是你啊 这位是 怎么了 姐 不欢迎啊 这位是我同事 姐好 怎么会不欢迎 别晓了 走 里面走 走走走 姐 怎么眼睛碰碰到 刚刚哭过了 没有啊 没有 我还不知道你啊 是不是就跟姐夫吵架了 行了行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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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老夫老妻的吵什么架啊 你看那么好的女人 我手在跟他吵架 整个手 所以啊 姐 你看姐夫多安心 知道你今天生日 还特地给你带了礼物 行了行了 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惊喜而已 是吧 看一下喜不喜欢 啊 我今天生日啊 我自己都忘记了 哎呀 我傻媳妇了 你看 你忘了 我不能忘了 你为这个家 默默付出了那么多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怎么能忘呢 赶快换衣服 我们出去吃海鲜 好吧 快快快 把衣服换一下 那好 等一下换一下衣服 下辈子不一定 还能遇见你 所以我很珍惜 不敢答应 自己的心里面 跟他好像整个宿舍都黑了一样 你拆我了 这个小来 真大胃口 还想给他把他举一点 喊在身边 不住这不行的 哪里有这种的呢 哎妈 老师妈 我现在忙了呀 还不要来烦恼 有事找小创 他比我有钱 哎呀老大 我有急事找你 这次啊 非要你出面不可 关于是分家产的事情 老板 分家产 老家产 你说嘛 哎呀 这个小男子 这个败家媳妇 你看现在 他和他前夫的女儿 他都喊在身边住 今天这个家产 他起码又要分一部分 跟他女儿嘛 不行 这个事情你要得 想办法哈 小男儿还有个女儿 我到底要不晓得呢 哼 你不知道这事情啊 还多着呢 真的这个女人全收拾 赶紧回来吧 好啊我马上回来 哼 在这人生的当场 谁不想风风光光 却有人 诶 老婆等了等了 你不要慌 我来换你下拍哈 呀 我有辣椒交气吗 哦 你现在不一样哦 你这过到了吗 还行行 哦 要帮你吃个饱 小心点哦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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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坐一会儿 小嫂 嘛你看我还怪可怜呢 这人小时候我都处理不好 我上个男的吗 走走走走 可思 哎呀可思能的哎呀不要多想走走走 肯定不能让他别人回来做 很玩笑 你等他回来 你看我能够收拾他 就是 爸我们回来了 哎大哥你下巴回来了 然后给你买的你爱吃的葡萄 那是你妈 看着你都发 哦对了大哥 我大老眼的听到你在家那家 卷了卷 你一定不放在我家里面做饺子乖 你心里面不舒服 我这样说了 真是的 小超 这大哥说的没有错啊 你看小南 把他前夫的女儿带在家里住 他就知道有了一毛 没错 他肯定就叫他姑娘来分家场呢 他这个容易上班打得好哦 妈 大哥 哦 你们说的是哪样哦 你看我是认认人是不是嘛 小蓝 我告诉你 少在我面前夹星星的 我不让他进来做都不让他进来做 有可能吗 对了 小草是我亲友的 我没让小草上网视频的 我把你们两个去电视去看多了哦 自己心里面去 搞得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黑的一样 你扯好多呢 在里面所有的东西那都是我们两个 也都打扁出来了 那么就算把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他女儿 管你们的暗示嘛 真的是一天天的 小草 这个女人跟你管了那种迷魂汤啊 你连妈和大哥的干事你都不顾了 真是的 行了 大哥 我不想跟你在哪里把说呢 你跟小蓝一相比啊 你才是一个外人 认清自己的位置好不好 小蓝 你看我今天不好教育哈你 中间你会破 我今天手里来干净 我看你干 哼 再说了 我老板能够到你的教育啊 为了就是这么少烦事 行了 教练 少小蓝 小蓝是快点润的 动了太气不哈 等他把娃娃生了 再收拾他也不吃 妈 你看你说的就是哪样话呀 难道我是你们俩生娃娃的公斤吗 不算呢 你想在这家称王称爸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呢 妈 难道之前你对我的好 又帮我洗衣服又帮我煮饭呢 难道这些事情你都是装出来的吗 就因为你坏了小蓝的孩子 不是你会有这种待遇啊 妈 你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让我很害羞啊 你有事有指引的人 也是做过媳妇过来的 如果你的婆婆这样对你 你心里面是如何的感受啊 嗯 我婆婆 对我 又妈对你办好都不错了 你都知足吧 妈 你当时做儿媳妇受得气 你不能现在让我抢家 于你儿媳妇身上啊 我曾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十年看婆 十年看喜 当你病倒在床上的时候 我们做个儿媳妇 不方便照顾你的时候 是哪个才跟你断茶倒水 还是你儿媳妇 所以说啊 很多时候 你好好想一想吧 你看 这个是你儿媳妇的一片心意 你自己拿给慢慢吃 如果不喜欢吃咯 你拿丢的垃圾桶子都可以 其他老婆 我送你上去休息 别动了太气了